心脏之行第一天 哇 看看 这就是我每次出行 都是这种大箱子 所以说办东西说简单也简单 说复杂也复杂 玩了这么多年了 还真的积累出了点小整理的经验 就是一定要用这种 大箱子把这个东西装着 这个是我剪视频必须用的电脑 实在是没地儿装它了 先给它放在后座 因为我妈还要换自行日方车 我现在只是用我这个八道去营地 把这个东西捣捣一下 很多人买房车的时候说 哎呦房车没地儿放 其实大多数的时候 房车都不是放在家里的 你放在公园啊营地啊都行 我现在要把东西全捣动到瑞福的2900上去 我们这次不两台车吗 那台车在天津 哎呀 要抬吗 没事 最亲爱的员 哈哈哈哈 是吧 强哥开车 严姐坐在后面 哎严姐拍我呢 看看这把人也太爱喝羊糖了 这又来了啊 又来了 这到新疆估计羊糖比较还好喝 大家看看严姐把手机放这儿了 我们这会儿都没人 我给他藏起来 看他啥反应 用你手机记录一下这碗辣椒 我手机过哪儿了 你看到吗 我没看见 手机更长的手机 我下车没拿 不能吧 回去看一下 回来吧 你手机乱放 刚才这碗没人 你就把手机放这儿了 我跟你说严谨 你欠我一个手机 下高速了 下高速了 注意安全 哎呀 到服务区了 搞点吃的 来 强哥他们在这 咱们在这儿整点东西吃吧 一会儿在七百匹上 可以啊 咱们不带面了吗 煮点面 咋样 感觉累不累 不累 只有开着还能累 2900好开是吧 是我能开到新疆 行 整点饭去 我给颜姐打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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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一次分工是挺明确的 颜姐是我们的大厨 虽然说这对我们做的简单一点 但是颜姐后来会给我们做西北的那个面 我把这碗刷上 你看这回时候就其实我们这个厨房分区的优势就出来了 颜姐在那块煮面 我在那块刷碗 我俩还互相不耽误 我分队的第一餐 吃得简单了点 看看 干个啊 颜姐 耶 这么不重要 在哪是很重要 和谁是很重要 耶 啊 好帅的两台 双车呀 看看 你看这两台 这两台车多帅 一个2900一个700P 这两台车 还是我呢 你这回知道我给他带他了吧 我已经去了一趟卫生间 很快回来了 就是这么潇洒 终于到呼和浩特 哈达庆公园停车场 我们今晚吃的是 武昌大花香的新米 武昌市济市田风水道 种植农民合作室 这个是一碗米一碗水啊 颜姐 一碗米一碗水就可以 我知道了 你大脸上说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这大哥过来来参观来了 颜姐你拿着刀挺吓人的 刚才对的大哥比了一下 没说什么 做抖音是吧 欢迎参观 对我做抖音的 啊那挺好 黄瓜切得大的 你看我这西部烟机不好用 颜姐在这炒菜 然后我在这剪片子 我们今天已经到达付和浩特了 然后今天的美道口 就跟大家聊到这了 我们第二天见